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面霜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预告过的海兰证明蓝美尔 然后呢 它这个面霜呢 是主要成分就是枣的一个提取布 然后呢 还有含有一些硅油啊 因为每个化妆 每种化妆品里面 就是霜类的都会加入一定的硅油 但是根据品牌的不同 档次的不同 它加入的硅油的那个档次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 因为它毕竟还是蛮贵的 如果觉得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 其实可以找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 品替的那个化妆品来代替它 因为今天我有出去 所以呢 我就还没来得及卸妆 就给赶着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所以我就会在手上给大家试一下它的质地 我一般用它的话呢 因为我买的是那个经典的那个精华面霜 它是有一点给大家咬一点看一看啊 它很像这种巧克力的这种状态 不是 说错了 不好意思 很像那个冰激凌啊 冰激凌那种 然后呢 它就像涂在我们的手上呢 少来一点 太贵了 你看 它是很难推开的 它是要经过乳化的 它很像那个状态像什么 就像我们小时候写错了卷子 然后呢 用涂改叶把它涂完 涂完之后 你看 把它推开之后 它是好推开 但是呢 它的覆盖 遮盖能力很强 所以一定要乳化 它一种使用方法是 在放在双手上 然后会像搓 或者用指尖摩擦加热它 然后再按压的方式 重点按压的方式 去敷在你的脸上 然后呢 第二天起来 你的皮肤会很滋润 你不要担心 在手上这样弄了之后 是不是最后全都贴到了那个 我的手上 最后脸上没有吸收 不会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方法 就是通过摩擦的方式 让它乳化开 最后它会成半透明状的 就可以用了 然后呢 我现在 还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加它这个精脆水 它的精脆水的质地呢 像什么 就像那个 很粘稠 你看 很粘稠 它的不像水的流动性那么大 那么它们夹在一起去乳化的话 也会变成半透明状 也会变成半透明状 一般我洗完脸 做完清洁之后呢 就会先涂精脆水 然后呢 我还会加一个这个精华 小棕皮 低管状的 然后味道有一股药味 然后做完它之后 我下一步呢 就乳化一下这个海岚之名面霜 然后按压在上面 或者说我直接就是拿那个精脆水 跟它乳化 然后呢 我再按压在脸上 就可以了 然后眼部哈 眼部要单独使用 我又够了一瓶这个 抗蓝光眼霜 够了有一两个月了 因为还没来得及用它 然后今天它打开 它这个 我看它有加入抗蓝光的成分 也是这种偏橘色系的 它们家产品都这样 然后呢 我就想着我经常熬夜哈 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吧 怎么样 我就觉得放一点抗蓝光挺好的 你给我擦一下 它不就好 在这里 有点像折离状的 还是那种 药味有一点 还好 这种 挺滋润的 然后粘粘的 应该会比较好吸收 然后我们在弄到眼部的时候呢 先这样一点的方式 然后把它均匀地涂开 涂开 然后呢 就这样再给它 用你的手提起你的外眼角 往上提 打扇形 因为我化了妆哈 我就不用力弄 往上提 往上提 然后你最后还可以 按一下穴位呀 这些穴位呀 脸皱的穴位哈 然后就会更加促进它的叙手 或者是你直接 在浮面霜的时候 把它捂热 敷在你的脸上 也会加速你脸部的 一个血液循环 这个温度会增加 它的透皮吸收 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今天就讲到这么多 我讲完了 这个也完全乳化开了 半透明状的 因为我自身 身体是很热的 现在刚回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